张女士看起来年轻时髦 但其实是一位已经60岁的母亲 她说自己早年离异 独自带着两个女儿付出了太多 一个大妻妈妈 从小把他们两个带到 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给她 甚至生命 然而今天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女儿却都跟她反目成了仇人 他们对我就是很仇恨吧 就在来调解的前几天 她和大女儿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她要打我 要把我打死 她说我诈骗她的房子 大女儿说 自己绝对没有诈骗母亲的房子 所以坚决抵抗 事要清白 房子不是我诈骗的 我是要还我自己一个公道 小女儿也坚决站在姐姐这边 我希望能够把事实真相还原出来 当调解开始 母亲张女士便和两个女儿陷入了激烈的争吵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你不笑 你对我不好 简直就让我崩溃 她说的就没有一样是事实 房子究竟属于谁 事实到底是什么 张女士和小女儿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 以致小女儿也对她充满怨言 我一直很恐惧 面对小女儿的指责 母亲声泪俱下 甚至激动离场 崩溃倒地 究竟是两个女儿联手欺负了母亲 还是母亲做错了什么 深深伤害了女儿 最终房子的问题能否解决 母女三人又能否找回昔日的母女亲情 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反目成仇的母女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妈妈张女士 还有一位是女儿小圆 张女士的小女儿也在现场 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今天实在是无助 跟他们两个女儿搞得这个样子 我没地方可以讲理 我的诉求就是要求大女儿把房子还给我 我原来的老房子是我的房子 一个是房子的问题 那你跟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让你情绪这么不稳定 我不想讲了 你先缓和一下情绪 你问他们自己 我对他们怎么样 我问问看 我问问看 现在坐在旁边的是大女儿对吧 对 小圆你好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的诉求呢 我的诉求就是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 可以给我一个清白 我妈妈在网上网报我 她就说我是个骗子 这个房子是我诈骗来的 我并不是像她网络上报的那个样子 一开场 母女良便一个痛哭一个委屈 究竟是女儿骗了房子 还是母亲冤枉了女儿 张女士首先告诉大家 房子本来是在她名下的 五年前 大女儿开店缺钱 便提出借这套房子来抵押贷款 她就说叫我这个房子给她 抵押贷款吧 我说行 我就把房产证就给她了 拿到房产证后 大女儿便把房子过户到了自己名下 办理好了贷款 由于房子一直是张女士在住着 她也始终没有要求大女儿 把房子过户回来 直到去年 她做生意亏了 资金困难 刷了小女儿信用卡的钱来用 刷了小女儿多少钱 二十万 信用卡透支 银行催缴还款 小女儿又急又气 不断催促母亲张女士还钱 没办法的张女士 想到了卖房子还钱 可是房子现在在大女儿名下 她卖不了 于是她就开始要求大女儿 把房子过户回来 但却遭到了拒绝 他不给我 他说不是我的 几经讨要无果后 张女士跑到了大女儿的家里 母女俩就此发生了一场 激烈的冲突 我那天到她家里 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房子是你的 你不要脸 她就这样骂我 她骂我不要脸 当时我就讲 我说你真不要脸 我就骂了她 这个房子本来你就是要给我的呀 她就讲 你想都不要想 你给我滚出去 我说你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又怎么样 我就推到她这里 推了一下她 她说你打我是吧 老子今天就埋了你去 我今天就打死你去 不行试试看 这是她讲的 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当时我就一声发麻了嘛 她说你不要装 你们也好去死的 你这种人早就好死了 我就一头转到她家里 脸就肿得跟个西瓜一样的 吐了一个晚上 你心里觉得你们俩这一段 母女关系 没有了 在我心里面 我现在我看到我就是怕她 小元 你一直在旁边摇头 从你的角度 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当天发生的事情先 可以 我在房间 她进来了 她就跟我说房子的事情 她让我有爆点的一句话 就是说 是你妹妹逼着我还钱 所以我才来找你的 她指的是刷妹妹信用卡 这个事情 对 她就说我骗子 因为她之前在外面 就已经说我诈骗她房子 说要告我 不停地推我 她要伤我耳光的时候 我躲掉 我说你不要动手 打我 你打我 我真的会还手 我要打死你去 这个话我承认 我说过 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 我的母亲到我婆家 这样去闹 我说你要死 不要害别人 你可以去外面死 我说你觉得 我这个生命是你给的 我也死掉去 唯一能偿还的 就是这条命了 还给你 我心好累好累 面对母亲张女士 上门吵闹 要房子的行为 大女儿显得既委屈又心寒 如果真如张女士所说 房子是她借给大女儿的 大女儿坚持不还 还反过来指责母亲过分伤人 这似乎说不通 果不其然 大女儿很快就说 房子虽然之前是在母亲民家 但是是父母的婚内共同财产 并且在多年前 父母离婚的时候 双方就写下协议 把房子留给了自己 这个房子是他们当时给我的 面对大女儿的说法 张女士坚决不认同 她认为 这个房子就是她个人的 房子是原来跟她爸爸 还没有离异的时候买的 因为她爸爸有家暴行为 后被离异了以后 我有两套房那个时候 还有一套房就是自建房 我们的协议就是自建房 归她爸爸 归你前夫 对啊 然后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并且房产证是我名字 我今天上午去民政局 给我父亲打电话 让我父亲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限 去调这个东西出来 我父亲去把他们的 离婚协议拿出来 我来这里也是就是说 要把事情的真相还原 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我诈骗了的 我有到民政局去把这个东西 拿出来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写得很清楚 这套房子是怎么样去分配的 这份协议书是 自愿离婚协议书 协议内容财产安排里面 商品房是归大女儿你所有的 对 然后这个自建房是归小女儿所有的 这个是盖过张认证过的在民政局对吧 对 张女士 我看一下好了 也许我记差掉了 我拿给你吧 好的 民政局盖了张的 签的时候是2011年你看一下 那我这个要好好想一下 就这样子我就移到这个奖 好 这个你看了以后能告诉我 这上面是你的签名吗 上面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你的名 对 白纸黑字 这个离婚协议上也写明了 这个房子是归大女儿的 对 那为什么现在你要说 那个我这样讲可以吗 一了婚以后 这个房子贷款 一直是我在贷 是我还款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因为它对我太过分了 从来没有送过一个年 没有送过一个节 平常没事从来不会来家 你看一下我 即使今天就是给你 你不笑 你对我不好 我可以拿回来 我为什么要给你 虽然离婚协议写明了 把房子给大女儿 并且在五年前 已经给大女儿抵押贷款 过户到了大女儿名下 但是张女士始终坚持认为 房子就是自己的 她一定要把房子拿回来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她认为大女儿不孝 对她这个母亲很不好 然而小圆却说 自己很冤枉 其实我挺可悲的 我母亲在我婚后 我不停地帮她借钱 她有困难的时候 叫我去帮她 向婆家借钱的时候 说你帮妈妈妈 不然会死的 好意思讲这个话 我教你借过钱啊 帮她借钱 大概可能有六十多万 你帮她还了吗 她自己在还 但是是我帮忙借的 就是我找我婆家借的 帮完了吗 我拿了两分的利息的 我在不停地掩盖这些东西 让别人看着我过得很光鲜 很幸福的一面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不想别说 我是单亲离异家庭的孩子 不要讲了 你自己是什么样一个性格 你自己清楚 好不好 你除了打人 除了动手 除了发飙 你还能怎么样 我对你还不好吗 你在娘家 叫你做过家务吗 洗过衣服 做过饭 还做过什么事吗 你要什么东西 我没有满足你吗 你不读书 上艺校 我也满足你 你来立架 炖好鸡 用毛巾包好 坐客车 送到爹地里来 你到哪里去了 你去上网店了 从我懂事以来 他就是这样子对我的 只要我没有依着他 就是不笑 他就会骂你 就会不停地去说你 包括我生孩子 我是大数学抢救的阿胎 然后母乳的问题上面 简直就让我崩溃 我母亲让我 我原来是怎么样的 哪里会像你这样 你是个女人吗 连奶都没有 叫你吃这个不吃 叫你吃那个不吃 我实际没有办法 我请崔鲁师回来 他把人家崔鲁师骂跑了 然后崔鲁师叫我吃的东西 他不同意我吃 然后就不停地就说我 你就是怎么怎么样 来 我们先缓和一下情绪 先平静下来好吧 真的 我有一点没有遇到 他就像刚才那样子去说我 然后导致这一次 我跟他的反目会变成这样子 小元声泪俱下地 控诉着母亲张女士的 强势和压迫 张女士却觉得很委屈 她说自己辛苦 照顾女儿月子 都是为了女儿好 对小外孙他也是很疼爱 我是非常爱我这个小宝宝的 这是我心头的漏 他没想到 自己的付出 换来的不是女儿的感恩 反而是仇恨 现在就连房子 也不肯还给自己 更可怕的是 小女儿在大女儿的唆使下 也跟自己作对 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 张女士说 自己把两套房 都登记在小女儿名下 完全是出于 对小女儿的爱 所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小女儿竟然也会 跟自己反目 然而厂下坐着的小女儿 立马拿起了话筒 她说母亲纯粹是在 自欺欺人 如果咽喉疼透 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极性咽炎 你就冲一袋 极性咽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极性咽炎 你就冲一袋 帮其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风奇集团 吃吃吃 这个好吃 拿这一块 不吃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金视频APP同步直播 大家可以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不仅可以观看 更多节目内容 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节社区 和观察员们 领距离互动 我们的节目继续 这套房子之所以会写我的名字 也纯粹就是因为 它没有办法写它自己的名字 因为它是黑名单 它的信誉已经被拉黑了 就只有我一个人 是可以写这个名字的 所以它就不停地用我的信誉 去做任何的贷款 包括这些信用卡 也是这样 从我成年开始 所以它需要 我就要去上 我就要去签字 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信用卡 一直在它手上的原因 因为我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被它拿着的 在它刷掉最后的余额之前 就已经其实是用了差不多了的 我已经再三跟它说过了 我说这个卡已经没有钱了 信用卡已经一直在催我还钱了 我没钱还 是 信用卡是我刷了 总共20万嘛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钱 因为我店里的钱 全部在你的银行卡上 我手上没有任何流水 没有钱用 我只有在信用卡上面刷钱用 我就只想问一句话 信用卡办下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满额的 它是不是让你刷掉的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你在用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何苦存在于 说什么我用你的钱 你把你店里的银额 全部都给我呢 所以我要还你这个20万 所以为什么我要卖房子 我都要把这个钱还给你 你一直刷的是你小女儿的信用卡 对 他刚刚说你这个真信 已经是黑名单了 怎么回事 我的黑名单是什么原因 我开的是这个店 音乐搞娱乐的 有一些小公司嘛 他就说是侵犯了这个版权 说我们的那个哥没有跟他买版权 提出我版权问题 说我侵犯 法院就也不算是黑名单 他就是把我就是真信这一块可能就是 就是你不能办信用卡 不能贷款 对 不是我个人的辞性 是因为公司的原因 也是不是因为你的真信有问题 所以你要把房子的名字写在小女儿上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你要讲清楚事实 而不是说试图去掩盖事实 我没有掩盖任何事实 你以后也要做母亲的 我求您了 不要再说这句话了 我知道我是要做母亲的 我做母亲 我绝对一定保证不会这个样子去对她 我自己吃过的苦 我永远不会放到我自己的小孩身上 在姐妹俩看来 母亲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 却口口声声打着爱的幌子 这让她们不禁异口同声 发出强烈的抵触 紧接着 姐妹俩还告诉大家 早在她们成年之前 母亲张女士便因为婚姻的不幸福 而对她们进行精神控制和折磨 从我小时候 她就会把我关到车子里面 不断地给我洗脑 说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不会活得这么惨 我难道要对她不好吗 如果我对她不好 她就会去死 她死了以后我就更可怜了 没有一个人会要我 我爸不会要我 如果没有她 我也活不到这个世界上来 她把她的一些婚姻的不幸福 全部都会在我身上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在不停地消耗我自己 跟我妹妹是那样的说 跟我是说 因为我生你是一个女儿 一生下来 你奶奶看到是一个女儿 就走掉了 如果你是一个儿子 你爸爸还能这样动手打我吗 我太死白了 我真的想你想 我真的可以去了 如果是一岁太大 你们生了 你们养 你们把我比后妈都不如 面对两个女儿的一致对抗和怨恨 张女士的情绪也再次崩溃 她始终认为 自己生养两个女儿不容易 可谓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爱 如今两个女儿不但不感恩 反而还对自己充满怨恨 她怎么也想不通 那么母女走到现在的反目成仇 责任究竟在谁 她们又该如何破局找回亲情 在现场 在今天我感受到的是 妈妈把这两个女儿 有点在当棋子在用 就是她喜欢用自己的利益 来去把控孩子 有非常强的一个掌控率 大女儿有提到 多次从婆家借钱给妈妈花 那还有网报 其实网报这种事情 很可能一辈子会活在这个阴影之中 那么对于小女儿透支信用卡 在这些过程中 妈妈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心智非常的不成熟 包括孩子没想要去 为某些事情来去辩护 或者是距离力争的时候 妈妈是不停地在针对错 一直在针对错 就是你们错了 我是对的 我们在处理每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是有包有贬的 对不对 不意味着是你全部的问题 只是说我可能需要 用一些事件 咱们来一条一条来过 好吗 所以就说我们在这过程中 就是可能我们听到了 太多的冷笑 还有对孩子的质疑 这种质疑 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 我们说在一家这种中 我们可以强势 因为强势说明有主见 但是在一个真正的 优秀的一家之主 或者是一个母亲的身上 我们应该还需要有 很多的一些别的品质 譬如说稳定的情绪 还有一个优秀榜样的力量 我首先想跟两个孩子说一下 你们两姐妹 控诉着你的母亲 你的母亲的心里 出了严重的状况 你们怎么都没有发现 你的母亲 我觉得还是个能干的女人 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 底气 你知道有多么的不足吗 单亲的妈妈有多难 当初你的婚姻 是妈妈主张的 但是我听到了一句 很温暖的话 你说你的婚姻很幸福 这个妈妈的眼光 就不短了 当然这不是绝对 她最害怕的是什么 怕我的两个孩子 像我一样 如果说婚姻不行 生活不行 那她咋办 她就觉得 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如果说你的妈妈 跟你父亲离婚的时候 在她名下的房子 她完全可以卖掉 把钱自己刷在自己手里 大女儿 房子也过付到了 给到你的女 是吧 那她为什么 会过到你的名下来 让我的女儿有底气 做生意也好 贷款也好 最起码手中有东西 这一点难得不要感恩吗 如以你说 那个商品房 你说她现在 要把房子拿回去 你的口气很僵硬 哪怕你会说一声 妈妈 关于房子的事 我会想办法 妈妈今天你如果是 你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那我住女儿的 我应该承担些什么 这才是我们住女儿 应该做到的 你们今天第一个焦点 涉及到房产 我刚刚听到几个方面 一 这个房产是张女士 跟前夫的共同财产 在离婚过程中 做了一个财产分割 两套房子 当时都是做了分配 我看到的第二次离婚协议 上面写的是 大女儿小女儿 各一套房子 对吧 其中这个有争议 你说的有争议的商品房 是归这个大女儿的 那个是具有法律效率的 无论是以前的婚姻法 还是现在的民法典 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赠予还是说双方一致 认可给到女儿的 那就是女儿的 你完全可以花个气泡 资讯一个律师 就能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闹得母女相恨相杀呢 如果你真的是说爱女儿 你还有两套房子啊 不能卖一套吗 为了女儿不能卖一套吗 你那么爱你女儿 买了两套房子给你女儿 你买两套房子 有没有跟你女儿签协议 小妍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妈妈买那两套房子 有没有睡到要跟你签协议 没有 好 你出资买的房子 写着女儿的名字 那你视为对子女的正义 而且已经完成正义了 我又要告诉你了 张女士 那两套房子 如果你小女儿不想还给你 你又拿不回来 那现在我就一套都没有了吗 你要懂法 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如果是真的 就是说你 就跟你小女儿说的 你自己是黑户 你想买房子买不了 那你也得签个协议 你又没签 爱姨母你的面子 那到时候又会闹得一片江湖 一地鸡毛 今天的一切 不是因为没有一点爱 而是因为 你现在欠了一生的债 路不付出 你的压力大 你顾不上爱了 但是你将他们放在何处呢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不是捡来的 用你的话说的 所以你一边不断地在付出 一边不断地在给女儿施压 你何必呢 张女士既然是爱女儿的 那如今又为何会回过头来 征房子 哪怕是牺牲母女情 也要征到底呢 调解员李津平 决定做一个心理测试环节 你现在想一下 对于你这辈子来讲 人生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是什么 亲人 然后健康 然后为人顿子 分娩 最后是期望子 张女士毫不犹豫 把家人排在了第一位 家人对她来说似乎最重要 然而 当李老师让她在这五样东西中 依次划掉她认为可以舍弃的东西时 她却把家人给舍弃了 最终只留下了正值 我要选择的是正值 把亲人划掉是吗 对 我要的是正值 做人要正值 不能是说去骗欺骗 才会有亲人 张女士强调 做人只有正值才会有家人 调解员李津平认为 从这个测试中可以看出 张女士的底层逻辑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你的底层逻辑太有问题了 第一 你前一段婚姻当中 你跟老公之间的关系 最终导致你以她对你的暴力结束 你跟女儿之间 目前的这种僵化关系 足以让你思考 要么实在是你老公跟你女儿都太不是人了 才会让你这么一个正值的人 到今天是前夫不亲女儿不代 你如果觉得这个都成立的话 那我们第二个逻辑就来了 当这个世上为人父母者 全力地来证明自己的儿女 有多差的时候 在我的理解里结果就只有一个 就是自证自己的失败 我是现在是反省我自己差 他们很优秀 我很差 所有这个房子要什么也好 如果是房子是她的 我不会去跟她争给她 我不要可不可以 我什么我都可以不要 这就是我的正值 听我把话说完 今天我们是来解决 我教育女儿失败 首先在你的性格当中 你女儿可能最受不了你的地方 就是你会邀功 你比如说我是你亲妈 我都是为你好 我才会劳心劳力 事实上是没错 但是你这种做法 我们在心理学上 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反应性虐待 你两个女儿一定觉得你虐待她 不是肉体上的虐待 是精神上的虐待 这就是反应性虐待 一无四处在这里 我还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条件还有什么意义呢 听不下去了 我走了 你们怎么弄怎么弄 慢点 无法接受批评的张女士 突然激动离场 听我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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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我听无声 我来告诉你 他明天对我更猖狂 等一下 他对我更猖狂 张女士始终觉得 是大女儿抢了自己的房子 对自己不好 所以激动气愤不已 廖席玉则耐心劝慰安抚 在张女士有所平复后 廖席玉把张女士带进密室沟通 另一边 观察员段志明 则和两个女儿沟通 她来这里的目的 跟她今天得到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她最后歇斯底里 她来这里是要 就把我说得很丑陋 很恶劣 口口声声说 爱我 为我好的 一个母亲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是在纠结 这个父母的母亲的好与坏 对与错的 那你走不出来 对 我现在也明白这一点了 你妈妈的状况 虽然说她攻击也很强 但是她从她的心理的脆弱程度来讲 她其实跟一个幼儿差不多 你们想要让她 比如说像长大 对 你们自己没有很强的能力 是不可能做到的 段志明劝导小元两姐妹 要强大自己的内心 用理性稳定的状态 来应对母亲的情绪 而不是陷入互相攻击和埋怨 这边 张女士再次将重点 放到了房子上 把房子还给我 我还是这个要求 她对我不准不敬 她要这样子 我为什么不可以 把我的东西要回来 让我卖了 把妹妹的钱还了去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 但凡我生意好 我都不会要她 张女士强调 自己无力偿还小女儿的 二十万信用卡借款 所以她只能把大女儿 名下的房子拿回来 卖掉还债 廖喜玉则叫来律师徐建荣 再次跟她说清楚法律问题 这套房子虽然是说 我过不了给我女儿 你说是属于她的吗 法律上就是她的 按照离婚协议上 你这个房子归到女儿 你想明白说话的意思吧 要懂 从法律上来说 不仅大女儿名下的房子 是大女儿的 就连张女士写在 小女儿名下的两套房子 也算是赠语 你要想清楚这两个问题 三套房子都给她了 我就没有房子 我打算没有 所以你如果目前去协商 去沟通 说就是在网上 我不认为你的小女儿 会要你的两套房子 我小女儿是讲过的 她说把这个二十万块钱 还给她 她不要我的房子的 张女士始终不愿意 卖掉小女儿名下的房子 言下之意 就是要大女儿名下的房子 大女儿不给的话 小女儿的钱她就不还 对此大女儿的态度很坚决 名下这套 我不能交出这套房子 当廖席玉回到这边 跟张女士沟通时 廖席玉猜出了她的心思 假如说小女儿这二十万 她们自行消化 可以 怎么办 那是最后 张女士想要大女儿 来还小女儿的这二十万 这样她就可以停止 向大女儿索要房子 廖席玉来到两个女儿这边 继续沟通 她欠了小女儿这二十万块钱 如果说这个钱还 你是怎么打算 不还你是怎么打算 从法理上来说 大女儿完全可以拒绝 这样无理的要求 可是剪不断 理还乱的亲情 又让小圆始终都无法割断 这也就是她们纠缠多年的原因 那么 这一次 小圆是会彻底拒绝 斩断母女亲情 还是会依然不舍 选择妥协呢 张女士又是否会有醒悟呢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密室环节回来 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的决定 因为我年纪大了 如果今年我才50岁 我不会这样 还不去女儿这二十万 让我这么纠结 感觉自己很惭愧 那么现在我不要 这些东西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该是你们的东西 是你们的名字 你们拿去 希望你们以后好好生活 我这个妈 你觉得还行 你就偶尔想想我吧 张女士在这个现场 母亲的这种格局打开了 就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就让我们都很欣慰 两个女儿要表达一下 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其实我有我的底线 我来这里 我始终到现在 我还是说一点 这个房子的问题 我不在意 我妹妹这二十万我来还 然后请我母亲以后 让我好好地经营 我自己的家庭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走出来 我跟她之间的 母女关系的问题 就交给时间来改变 我妈说的那些房子 我本来也就不想要 还回去也好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不想承担 也就是说你不想把这些东西 放你这儿是吗 对 我不想承担 接下来我就想过自己的日子 今天总之大家在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